就是这个大家伙 重达13吨 只需要从高空发射一枚 就能击穿数十米厚的混凝土 拥有的爆炸威力达到广岛原子弹的15分之一 号称当今威力最大的非核弹药 火力军非常喜欢它的暴力美学 近段时间 美军罕见公开了它的近兆 要知道 自从美军研发成功后 它的公开资料就很少 就连近兆都不多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被称为炸弹之组的GBO57B 巨型钻地弹 作为B-2轰炸机的主要武器之一 同时也是B-2最大的基载武器 GBO57B巨型钻地弹 主要用于攻击地下攻势 或者是有坚固防护的目标 巨型钻地弹真的有这么好用吗 自从精确空空导弹问世以后 空军在现代战争中发挥的作用 变得越来越强 许多国家的地面军事设施 就面临着空中力量的威胁 为了保证这些军事设施的安全 一些国家选择将其转移到地下 继续发挥着本来的作用 深刻影响战局走势 同样 怎么摧毁这些隐藏在地底的战略目标 也成为各国在军事行动中 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 因为这些重要设施 位于地下 想要进行有效摧毁 就需要保证 炸弹在接触地面的时候 不会直接发生爆炸 反而可以钻入地下 直到接触这些地下目标 才引爆炸弹 在这一背景下 钻地弹的概念出现了 这是一种专门用来攻击地底目标的弹药 七八十年代 西方国家率先开始了钻地弹的研究 当时的钻地弹 主要用来破坏敌方军用机场跑道 设计的载体也只有飞机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钻地弹的研究得到了飞速发展 世界各国已经研发出多种型号的装配常规或核战斗部的钻地弹 包括洲际弹道导弹在内的多种导弹类型 都具有钻地性质的战斗部 与常规弹药相比 钻地弹有着非常多的优点 首先破坏力足够大 附带伤害远低于常规弹药 两者最大不同是 普通弹药接触地面时会发生爆炸 而钻地弹会在深入地底后才会爆炸 这是因为钻地弹会安装严实隐信 可以保证钻地弹平时处于保险状态 当钻进地下一定深度后 能按特定的指令工作 以便在合适的时候引爆弹药 从而摧毁地底目标 另外钻地弹还可以配备智能隐信 可以将钻地弹侵测目标防护层过程中的相关数据 及时与内部程序进行比较 用以确定当时的侵测深度 速度或穿过的防护层层数 当达到预先设定的侵测深度或防护层层数后 智能引信将在指定位置引爆弹药 使钻地弹对地下坚固目标的毁伤效能 可以达到最大 钻地弹还可以装配不同的战斗部 除了常见的侵测爆炸型战斗部 还可以装配有毒气的燃烧型战斗部 侵测进入目标内部后爆炸 使室内温度瞬间提高并释放毒气 造成目标内部人员窒息和中毒等 还能通过高温燃烧催化剂和氧化作用 摧毁或封存目标内部的某些特殊物质 或者是阴爆型战斗部 侵测进入目标内部后爆炸 产生强噪声 对目标内部人员进行有效杀伤 如果想要破坏目标内部的电子设备 还可以配备微波型战斗部 可以产生强微波 使电子信息系统失效 美国在20世纪服役了一款钻地弹 GBO-28宝石鹿3 在多次实战经验中 摧毁了许多地下实验室和工厂 一时之间名声大噪 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 美军出动了F111轰炸机 利用重达227公斤的GBO-28巨型钻地弹 准确地命中了巴格达的阿里米亚防空洞 直接洞穿防空洞上方数米后的钢筋混凝土防护罩 爆炸威力瞬间将其撕成碎片 5分钟后美军又投放了第二枚GBO-28 沿着第一枚钻地弹穿透的轨迹再次引爆 使得防空洞中的温度瞬间升高到5000摄氏度 躲在防空洞中的上千人倾刻气化 腾空而起的蘑菇云 让不少人笼罩在核爆炸的阴影中 这就是地宝终结者GBO-28钻地弹的威力 从动力学中可以了解到 物体的动能会受到速度的影响 具有一定质量的两个武器 只要具备比较大的相对速度 在碰撞时就能产生巨大的破坏力 但如果碰撞的物体没有足够强度的外壳支撑 就会因承受不住外力而变形破坏 但如果其中一个具备坚固的外壳 就能保护物体内部机构 在碰撞过程中免遭破坏 并且还能对另一物体产生强大的挤压力 然后钻入被撞击物体内部 钻地弹就是利用这个原理 钻地深度与其重量头部形状 撞击角度以及速度等因素有关 钻地弹的壳体一般会采用高强度材料制成 在壳体的外表面还需要附上防热层 只有这样当高速运动的钻地弹到达地面时 壳体才不会被壮裂 近年来美国通过对钻地弹空袭效果分析 发现目前的钻地弹对于大型混凝土建筑的传统和破坏有限 难以达到预期毁伤效果 无法满足美军目前的需求 于是美国决定研发新型钻地弹 在第二次海湾战争的时候 美国启动了超级钻地弹的研发 就是号称炸弹之组的GBO-57 从立项开始 GBO-57巨型钻地弹就是美军重点研发项目 美军多次向国会申请巨额经费 来加速这款炸弹的研发进程 这也是GBO-57研发速度快的原因 自研发成功后 GBO-57从未用于实战 但它的诞生依然让世界各国感到大为震撼 就是因为美制钻地弹在实战中的表现实在太过惊人 美军认为GBO-57是当今威力最大的飞核弹药 它能够深入山体或地下钢筋混凝土攻势 能够摧毁当今最为坚固的目标 例如俄罗斯火箭军的指挥中心 GBO-57重量达到13.6吨 不过内部装药并不大 仅携带了2.3吨炸药 爆炸当量为110吨TNT炸弹 主装药为AFX-757 这是美国空军专为钻地弹研发的塑胶炸药 特点就是能最大限度输出爆炸能量 GBO-57爆炸威力约为广岛原子弹的15分之一 是GPU-28钻地弹的10倍 从装药重量来看 GBO-57更多是依靠自身重量和坚固外壳 穿透敌方外层防护攻击目标 GBO-57巨型钻地弹的战斗壳体 采用镍固钢合金制成 这种材料非常的坚硬 使得GBO-57具有极强的穿透性 如果在万米高空投掷 凭借着13.6吨的自重 GBO-57将拥有巨大的动能 利用尖锐无比的弹头 可以轻而易举地深入200米深的土地 能够穿透40多米厚的坚固岩层 以及60米厚度混凝土层 另外 GBO-57钻地弹安装有智能引信装置 可以在钻地过程中自动记录穿透数值 并与提前预定的参数进行对比 以此来确定钻地深度 如果遇到多层掩体 智能引信还会自动记录参数 直到抵达掩体层后 还会引爆装药 2.4吨重的高爆弹药 能够将整个地下坚固设施彻底摧毁 GBO-57配备了GPS精确制导系统和激光制导系统 另外还在弹体尾部安装了4个隔山形尾翼 可以在飞行落体的过程中调整方向 命中精度误差可以控制在1.2米以内 能够在高速飞行中准确确定目标的位置 并在距离目标数公里的地方 发射自导制导装置 将炸弹准确引导到目标上 GBO-57还拥有极强的看干扰能力 不会因为地面电磁装置的干扰而脱靶 因此这种巨型钻地弹一旦发射 除了在飞行过程中将它拦截以外 没有任何方法能阻止它钻入地下造成破坏 为了提高GBO-57的精度与效果 美军在其服役后先后进行了四次升级 最近一次是在2018年完成的 美军认为GBO-57在穿过混凝土掩体后 能够在准确的位置爆炸 除了爆炸毁伤之后 GBO-57还能大量消耗坑道内的氧气 造成可怕的二次杀伤 即便现在各国空军都在加固战机机堡 已经足以抵挡重磅炸弹的袭击 但在GBO-57巨型钻地弹面前 还是显得不够用了 当然这也不是GBO-57的目标 针对的基本是战略性的设施 不过GBO-57巨型钻地弹 采用了传统的原柱型弹身 这种设计的飞行阻力比较大 在空中难以滑翔太远的距离 虽然美军为其加装隔山型尾翼 但依旧无法解决滑翔问题 只能选择凌空或近近目标 十几公里的位置进行投放 由于重量高达13.6吨 战斗机无法进行挂载 目前美军是通过B-2隐身轰炸机投放的 一架B-2最多携带两枚GBO-57 让隐身轰炸机挂载GBO-57 而且还只有两枚 看上去似乎有点浪费 但也只能这样做 一方面是B-2的弹仓足够大 另一方面 GBO-57针对的目标 都是具备高价值的高等级防护目标 周边会有非常强的防护措施 如果是通过B-52H和B-1B这类轰炸机挂载 想要接近目标并投放GBO-57 难度有些高 在拥有隐身能力的B-2轰炸机上搭载时 GBO-57的拦截难度也将更大 美国空军正在研制的B-21隐身轰炸机 也能够挂载GBO-57 但由于B-21的尺寸 起飞重量小于B-2 挂载数量可能会缩减到一枚 在使用的时候 B-2会在12000米的高空进行投放 炸弹出舱后 尾部的戈山尾翼打开 然后弹头的激光导引头开始工作 在激光指示指引下飞向目标点 在接近目标点后 戈山尾翼自动调整下落姿态 让炸弹以最佳的入射角撞击地面 由于美军是通过战略轰炸机使用的 所以GBO-57也被定义为一款准战略性武器 仅次于核弹的重型武器 目前也有一些手段 来减少钻地弹带来的威胁 其中有一种材料被称为特种水泥 抗击打能力比钢板还强 同时还拥有很高的韧性 即便遭遇炸弹打击也不易发生形变 一般的导弹打上去甚至会被摊开 目前已经广泛运用在各种军事设施建造中 但谁也不敢保证 这种材料能扛得住GBO-57这种准核武器 你们觉得呢 好了本期影片就到这里了 我是火力军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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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